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09年姚子清出生于广东平原县 那年清末新政已经进行了八年 但看起来不错 新政似乎没什么实际效果 大清国还是那个鸡贫鸡弱的大清国 两年后 大清国的丧忠终于敲响 但等待中国人民的不是民主共和 而是军阀混战 姚子清一出生就赶上了乱世 生逢乱世的人们更懂得自强图存 姚子清发愤苦毒 1926年考入黄浦军校第六期 北伐战争爆发后 姚子清任排长 战场上他作战英勇履历战功 姚子清作战与学习能力都很突出 故他多次进入军事院校学习 而后又返回军中担任要职 1932年128孙沪抗战爆发 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 第一期步兵炮队学习的姚子清 听到了兄弟部队英勇杀敌 统击日寇的时候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对同学说 以后日寇如果再敢侵犯 我也要像这字一样把他杀得淡汗 让他再尝尝中国人民的铁拳是什么滋味 五年之后姚子清践行自己说过的话 只不过他同时付出自己的生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中国北方岌岌可危 日寇陆军攻势甚猛 没人知道战局将如何发展 若北方禁师任敌军自北向南进攻 则全国威仪 在这种背景下 军事家蒋白礼等人提出 应该在上海与日军开战 并扩大之 将日军的重义力吸引过来 让日军的进攻路线由自北向南 变为自东向西 这个建议尽管当时被蒋介石否定 但是当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 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后 国民政府的抗日总战略 大致与蒋白礼新省所提出的方案 相契合 在1932年 128松户抗战中 率部勇抗日寇的张志忠将军也认为 日军一定会在上海有大动作 与其被动等待不如先发制人 于是中国统率部遵照国防计划假案 陆军集中兵力准备歼密上海的 三间日军海军陆战队 海军堵塞将因全间日军长江舰队 但后来方案泄露 日本长江舰队仓皇逃出长江口 8月13日中日军队在对队时 日军向中国军队射击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中国军队随即向日本驻护海军陆战队 鸿口基地发起围攻 试图赶敌下海 813松户抗战 瑶子开战 驻护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不足 缺乏重武器 于是日本紧急增兵 15日 日本御人天皇命令松井十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指挥第三师团 第十一师团等军直属部队 进攻上海 日本增援部队分批次登陆后 中国军队迅速消灭在上海的驻护海军陆战队的计划 难以继续实施下去 但将日本驻义力吸引过来的计划已经达到 于是 中日双方均向上海大计增兵 怂护会战正式打响 此时的瑶子清任国民革命军第98师 292旅583团 第三营中校营长 正在汉口驻访 接到命令后 立刻前往上海抗击日控 8月30号 瑶子清部到达宝山县城换放 宝山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 虽方言不足实力 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向南十里为吴松炮台 向西十里为狮子林要塞 东北两面仅靠长江 地形呈突出状 是兵家必争之地 接防之时 瑶子清告诉负责驻售长江口的 第98师第292旅旅长旅国全 紫青首都有则 是与宝山共存网 请旅长放心 此时松户战场战局甚为危急 而瑶子清营只有一天修筑工事 侦查敌情 其实以瑶子清的军事素养 即使不到战场实地考察 也应该明白 宝山是一座孤城 而战事一开 他们与兄弟部队的联系也很容易被切断 他们也将成为一支孤军 8月31号 日军空军和海军箭炮 开始对宝山外围挪电 宝山 狮子林等处开始狂轰滥炸 中国守军奋起反击 双方展开激战 阵地击此一手 9月1号 日本陆军第三师团 第68连队 约2500人 在战争掩护下 对宝山发起进攻 瑶子清沉着应对 灵活出击数次击退敌军 瑶子清部 虽在当时国军中装备较为精良的调整之 但较日本陆军仍有较大差距 按照当时国军的编制标准 一个步兵营下下 三个步兵连 一个机枪连 一个迫击炮牌 每个步兵连配备九艇清机枪 机枪连则是六艇重机枪 迫击炮牌是二门82毫米迫击炮 认为德信师真的具备 与德军一样的装备的观点 是十分错误的 而日本陆军一个大队 装备有三门75毫米步兵炮 27个制弹筒 以及35艇清机枪 12艇重机枪 即使人数相当 日本陆军的装备 也明显好于中国军队 更何况当时咬子清部 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军 当时负责主攻的第68连队 第一大队 几乎集中了全连队的重火力 六门37毫米反坦克炮 和四门75毫米野炮 另外还有加强的野炮兵第三连队 和工程重炮兵第五大队 总共五个炮兵大队 六十门75毫米口径以上重炮的支援 以及六辆89式中型坦克的直接支援 双方火力极为悬殊 但是这还不算晚 日军对宝山的攻势 不止集中在地面 日本空军也时时对宝山进行轰炸 更重要的是 宝山东北两面 紧靠长江 完全暴露日本海军舰炮之下 自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极为重视海军建设 二战前期 日本海军实力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水平 而且日军海军当时的理念还是重箭巨炮 但这是后话 对舰炮口径达到一支近乎痴迷的 日本海军舰炮威力 与陆军的野战炮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当时参与对宝山进行炮击的军舰 达到了30余艘 其中最著名的出云号装甲巡洋舰 主炮口径达到203毫米 姚子清给98师的战爆 敌一兵舰30余 排列于我东门江面 飞机10余架轰击我各城门 赋以战车向我各城门冲击 请原谅我用有些啰嗦的语句 将战局双方的武器配置展现在大家面前 介绍这些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了解 当时姚子清营所面对的困境 宝山的身后没有公共租界 日军在使用炮火时也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他们可以以任何方式最大限度地向宝山倾泻炮火 宝山的土城墙根本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 形同虚设 583营必无可避 躲无可躲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以血肉之躯 与日军的港铁洪流进行周旋 9月2号 日军再次以飞机 箭炮对宝山狂轰滥炸 并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 向宝山城的东南方向进攻 企图切断姚子清部于后方的灵系 姚子清趁日军立足未稳 组织兵力予以迎头痛击 日军轨迹没有得逞 使得集结更多兵力 向宝山发动更猛烈的攻击 当时日军已经夺取狮子林阵地 由狮子林登陆的日军 迅速参与到对于宝山城的夹击中来 9月3号 日军集结部队2000余人 欲从东南北三面进攻宝山城 姚子清明白日军企图后 立刻组织一支赶死队 主动出击先发制染 将日军拦戒于金家宅和宝山外围之间 从侧翼包抄 与日军展开受搏转 必伤日军200多人 4号 日军集中陆海空重火力 对宝山城实施全方位的火力打击 姚子清部所有攻势几乎全部被毁 一百余名官兵牺牲 5号 外围占据急转直下 吴松与狮子林之间的通道 被日军打通 日军得以实施对宝山的合围 宝山城的四周 均在日军火力的覆盖之下 增援部队很难达到 孤立无援的姚子清影 已经下定必死的决心 准备于日军做最后的较量 9月5号上午 日军在对宝山城进行一阵猛烈炮击之后 发起多轮冲锋 此时姚子清影已经伤亡过半 官兵们沉着应对 打退了日军四次冲锋 接战一上午后 姚子清影四个领长阵亡三个 9个排长战死6个 姚子清下令 上到营长 下到驾线员 吹士员 传令兵 一律到前沿阵地区 5号 日军的冲锋更为猛烈 姚子清清零前线 与战士们共同接退了日军数次冲锋 在作战时 姚子清命令 我死了 连长 劫替我指挥 连长牺牲了 排长劫替 排长死了 班长劫替 班长死了 老兵劫替 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 自动劫替就行 为了拿下宝山城 第68连队在连队长 英森孝亲自上阵指挥 被姚子清营 士兵已仅有的三门迫击炮 炸成重伤 卸战一天后 士扣终于暂时停止冲锋 但此时姚子清营 已经仅剩不到100人 6号 日军再以重炮 飞机 剑炮 对宝山狂轰乱炸 宝山城几乎 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姚子清营官兵 在残垣断壁中 与日军周选 日军当天仍未能拿下宝山 此时 姚子清营仅剩下数十人 6号晚 姚子清命令二等兵 魏剑城带上全营的花名侧突围 并全团部汇报张框 魏剑城因此成为宝山保卫战中 姚子清营唯一的幸存者 7号 日军向城中投放大量硫磺弹 宝山城变成一片火海 日军又以重炮轰城 再以坦克开路 终于炸开东城门 攻入宝山城 姚子清带领最后二十余名士兵 于入城的日军 展开激烈巷战 姚子清身重树袋 仍全力大喊 弟兄们 沙山成人 宝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经过一上午的巷战 姚子清与全营最后的二十余名士兵 中阴寡不敌众 全部殉国 宝山城被日军占领 占领宝山城的日军 钦佩姚子清营官兵的英勇 将所有阵网将士收拾掩脉 并鸣枪致敬 姚子清营在宝山阵地上 坚守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 以全营训国的代价 阻力齐贴 其精神极大鼓舞 中华民族各界同胞的抗战热情 姚子清新生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命令追授其为陆军少将 2014年9月1号 姚子清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7年以宝山保卫战为历史背景的电影捍卫者上映 80年之后 中国人民得以在荧幕上再次了解姚子清营 抗击日寇 保家卫国的悲壮故事 电影捍卫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日军士兵抱着死去的战友痛哭 他崩溃的大喊 不是说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吗 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层心中 一定也有着和他一样的困惑 以他们熟悉的那个中国 那个叫大千的外强中干的虚弱帝谷的习惯 应该早就已经各地赔款了 为什么抵抗会如此强烈 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的困惑在之后的八年中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直到被赶出中国 直到在投降书上签字 直到走向绞刑架 这些日本高官也未必能够解开 这个困惑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一个工业国对农业国 一个现代化国家对前现代国家的战争 按照日本人的设想 他们应该会毫无悬念地取得胜利 大清国灭亡之后 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局面 中国能够集中起来的实力 看似还不及大清国时期 能够迫使大清国屈服的日本 为什么不能让现在的中国再次屈服了呢 如果一定要找出原因 其最主要原因恐怕就是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清帝退位后 出现了空前的局形 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概念 开始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正是这种民族意识的空前局形 让中国居民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坚持抗战 五百建儿牺牲 还有八百壮士 上海沦陷还有南京 南京沦陷还有武汉 长沙 中国人可以战败 但绝不与敌人降合 中国人以下定决心 要么胜利 要么当加太基人 一个人出生时 周围的人不知道他的未来如何 却总是说恭喜恭喜 当一个人死去 围绕着他的故事也走到尽头 但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故事 是为了更多的人 可以更好地将自己的故事继续下去 我们称这种人为英雄 2020年 疫情冲击下的影院 终于重新开幕 筹备十年的 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原型的电影八百 终于与观众见面 四行仓库里战斗的英雄 宝山城中战斗的英雄 以及各个战场上的英雄们的故事 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与观众们见面 让我们记住这些故事吧 记一辈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